OK 同学们好 那我们上一节课呢 讲了Django部署里面 MySQL的一些工具 调试的工具 那我们这一节课呢 开始就要正式讲 每个主流的部署方式 在讲这些之前呢 我们有一个小任务 就是说 之前学院老师也有要求 就是我们要 布置一个博客 那我们这些主流的 部署方式呢 就是从这一个博客开始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这一节课呢 是要 要做的事情 主要就是 学院的提供了一个 博客的原代码 然后让我们按照这个原代码 来部署 也就是说我们后续的几节课 包括WSGIR Engines Engines 还有后面的其他的几个方式呢 都是会 包括像Engines 还有Ternado Junicorn 都是用这个博客 来作为 它的原码来作为我们布置的目的 所以我们这一节课呢 首先我们就开始来 先把它布置到我们的之前的实验环境 实验环境呢 说的就是说我们之前一直用来 做实验的那个Sentos的环境 那首先我们先来打开我们之前 之前的虚拟机 那上一节课呢 我们学习了 MySQL的这种配置的还有调试的一个小工具 那我们这节课呢 首先我们就是来把这个原代码 博客的原代码 把它 拷贝到这台机器上 也就是说 拷贝到虚拟机上面 其实在Windows下面呢 我们可以直接可以把原代码 这样打开Sentos的目录 然后把它直接拉进去的 像这样拖过去就可以了 当然你的虚拟机需要安装 正常都有安装的吧 所谓的管理工具嘛 那我们现在把它拖过去了 拖过去之后呢 我们首先要给它建立一个数据库 因为我们之前 实验环境里面有一个 是有一个block DB的数据库 那我们现在要 启动 要来布置这个项目呢 我们另外给它独立的一个数据库 这样呢会 也就是说它里面的各种表 它本来命名呢 会独立 我这里命令敲错了啊 这里是MySQL 当然MySQL MySQL就是像这样 之前我建立的账户是送这个用户 然后密码是123456 那我们登录之后呢 用CREATE DATABASE的命令来创建一个新的数据库 我们这个数据库呢 就给它命名为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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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JDB 当然我们最好指定一下它的 制服级啦 就是 UTF8 这样呢 这样呢我们就创建了一个新的数据库 叫这个 那么我们在Settings.py里面呢就必须相应的改动它的数据库的名字 那我们这里呢就直接呃 编辑一下 我们来编辑一下它的Settings.py把里面相应的数据库的名字改一下 那我们先定位到下面这里 它这个圆码我已经提供呃 学院也有提供给我啊 那我也已经把它放到课件呃里面的 我们看一下在数据文件和原代码里面应该也有提供 那我们现在改一下数据库的名字 还有账号密码 刚才新建的数据库叫Block PJDB 那么用户名呢还是送 密码4123456 大家要记得我上次说的一个事情就是host这里呢 最好把它填上去就是要进点点点0点点点1 Pos不用管 那我们这样呢就改好了数据库了 改好之后呢 我们现在本来按照正常来说 我们就应该来启动嘛 来启动这个项目 那我们可以先尝试一下来启动 启动在80008000的端口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些错误 这些错误呢 它的原因呢 主要还是因为Python的不同版本 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这个原码有可能是比较早的Django 不同跟我们不同版本的Django开发的 那我们看一下它这个models应该是 从这里看来呢 应该是 里面的一些原代码需要像这里啊 admin.py里面呢 需要改一下 那我们在这里呢 直接进行改动 我们看一下它这里面有一个 这里models 因为我们这个app 也就是说这个app的名字呢 叫block 那我们这里呢 加上block 这样 这样 退出 然后继续来跑 然后继续来跑 继续来跑呢 我们会发现还有一个错误 那就是 这个博客的原码它依赖于一个python的库叫pilo pilo 那我们现在呢 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安装这个 安装它所依赖的这个 那这个呢 安装的原代码 安装的命令呢 应该是pip install pilo 按道理呢 应该是这样安装的 那它这里呢 是直接就自己去下载回来 当然比较方便啊 不用我们自己去 编译 安装 那到这一步呢 我们又发现 它这个根本就装不了 有一个错误 大概意思呢 是说 没有找到一个jpg的模块 那遇到这种错误呢 我们正常都是会怎么样 会把这个错误去百度 或者google一下 去看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 这个呢 主要还是缺乏一个依赖库了 就是jpg的库 这个库的安装方式呢 是直接 我在客件里面呢 也有写下来啊 我自己也是从这坑里面爬出来的 那这个库呢 名字叫leapj jpg的divo 我们现在先安装这个库 这个 呃这个国庆呢 就过得比上班还累啊 所以有点声音有点 不太那个 那大家呢 就照我做 一步一步来做就可以了 那现在安装好了 这个leapjpg 我们再尝试一下再重新安装一下这个p了 ok你看 现在呢 他正在执行安装 那我们刚才呢 那我们刚才呢 创建了一个数据库给他 呃 然后我们改了 然后我们改了settings.py 但是我们知道就之前的课程里面呢 有讲过很多settings.py里面要怎么改啊 有点兴趣的哪些需要改的 那我们现在加好了这个p了3.0.0已经安装好了 呃我们现在 再重新来跑一下看能不能把这个博客跑起来 啊 他这里提示的倒不是其他问题 主要问题就是 我们还没有同步一下数据库 因为我们刚才新建了一个空的数据库 所以我们跑一下这个migrate命令 之前应该也有讲过啊 migrate 那他就会根据models 也就说模型里面的那些数据库的定义 来同步一下数据库 然后同步完之后呢 我们再继续跑一下看 OK他现在在现在跑了起来 我们试一下看看会有没有问题啊 那这里的端口应该是8000 OK我们打开之后呢 发现有语法错误 当然他也写的很清楚啊 在views.py的第56行 那这种错误呢 我们也是需要去把它改正过来 我们这 这个课程呢 也不一定就是 呃 当初的讲 呃 哪些部部署的哪些哪些东西啊 我们 我 我们大家跟着我一步一步做 然后呢 也同时顺便教给大家说 呃 解决问题的方式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说我们就就像我们自己 就算你按着老师的 呃 课程去学 但是你真正部署的时候呢 还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也就像我们遇到的这些一样 那遇到之后呢 怎么去解决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看 我们去编辑一下看看views.py第56行 那这个错误的原因就是这个print这个在python2里面可以直接这样啊 当python3里面 大家也知道我们现在的python已经升级到python3了 3.4点点几 这样那这这里呢应该是加个括号 那我们可以继续找一下有没有同样的语句 呃 我们先保存吧 保存 然后我们再跑一下啊 这一下呢是在第119行 呃也是同样的语法错误啊 因为这他这个原码可能是呃在早早一点的榜本的python 跑是可以通过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python 可能语法呢不一样就print一定要加括号 那我们继续保存 继续刷新一下看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147行也是有错误的 那也是同样的错误 我们把它把这些错误呢全部改过来 再试一下 啊这次呢是在 呃 第11行 我们看一下这11行就像之前的错误一样啊 这里 在python商里面应该是这样 或者说这个应该是由于那个django的榜本不同啊 这里应该加上我们的app的名字叫block 然后这里forms呢也是一样 ok我们刷新一下看 又有一个是在forms.py啊 在block这个app底下的forms.py第五行 那我们就来编辑一下forms.py第五行 看啊他这里也是同样放了一个同样的错误 这里应该是block.models 然后我们再重新刷新一下 ok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这这个博客呢我们已经是把它布置好了 当然到这里我我并不确定并不确定他到底有没有布置好 我们想试一下他的后台 呃到这一步呢我们会发现我们没有账号和密码 我们才会想起之前并没有去创建一个呃管理员的账号后台账号 那 那像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来执行一下命令同步一下 同步的命令是 这条命令 那他会提示我们来创建广理员账号 当然我这里我就自己让自己喜欢的我自己随便填啊 我密码就随便填成123456 那么我再跑一下这个服务器让他启动 那这样一来呢我就有有账号了 我刚才自己创建了一个超级管理员的账号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后台已经呃 已经已经已经好了那我们试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来编辑 例如说我现在添加一篇文章啊 这篇文章叫 标题可以随便写 文章描述呢我也是随便写 那文章那种呢我就随便填一些去啊 用户呢目前只有一个用户 分类我们给他添加一些分类 保存起来 OK标签现在还没有标签 那么我们给他一个标签叫 呃 牛类包 好现在保存起来 我们现在来保也就说博客的后台呢 我们来保存一个新的文章 保存起来了 那我们来个八千的端口来访再访问一下 我们看到 呃 这前台这里呢是有一篇最新文章啊 就我们刚才在后台这里 嗯 sorry 在这里我刚才 哎呀 关掉 这里应该是这样的 那我们刚才写的这篇文章呢 已经在这里了 那所以他的 我们也呃 试验了一下他的功能 那这一节课呢就是 主要就是呃 怎么布置一下呃 一个开 我们就当成是一个开源的博客吧 怎么来来部署它 当然这节课并不是我们的主流部署方式啊 但是它是我们下面后面几节课的基础 也就是说我们后面呢 也是会用这个博客来用 呃 Engines啊 或者是Tornado 或者是Unic啊 Gunicone 来 部署这样一个博客 那我们下一节课呢 要讲的就是呃 怎么用 Mode WSGI 还有Apaq 来部署这个博客 那我们下一节课呢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